大家好 晚上很无聊 今天就是疫情值班的结束 今天值班了值了一天 整个从中午一直到晚上 九点多很累 也很饿 所以点了一些油炸 随便录个视频吧 也不知道做什么 也不知道拍哪方面的视频 什么都做吧 因为毕竟很多东西都不能说 就像那个工人的小袋 工人小袋对吧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的 他也就是平时就是吃 直播吃啊 在工地的这个 经历 还是吃比较安全 大鲤鲤肉 这个鲤鲤肉估计有三块钱一个吧 点了三串鲤鲤 两串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的这个火腿肠 还有年糕 一串年糕 两串茄子 总共花掉了20块 小鲤肉比较 今天一天都不夸了 点了一杯奶茶花点二十块 现在是这么多的这个肉片 油炸的 这个是花点二十块 中午吃了一顿羊肉汤 买了几个饼又是二十块 然后还有买了几两瓶小可乐 一瓶大可乐 花掉十一块 小可乐三块 大可乐一瓶五块 这有多少了 二十二十二十七十了 如果一个月就拿两千多块钱的话 住房子都住不起 因为我是在小县城 这边普通的人 收音员 或者普通的那个 电源 也就两千多块钱 一个月两千块钱过不了我这种生活 这种生活 虽然我这种生活比较屌丝了 已经很屌丝了 但是如果说像他们 电源呀 普通的 文员呀 在这种小县城 一个月两千多的话 过不了我这种屌丝生活 因为我想想因为我今天就已经花掉了 光这些东西就已经花掉七十了 还不会 没有算电话费啊 网费啊 还有住的住宿 还有水电 还有交通费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没算 就已经花掉七十多了 就光吃 光喝 做核心都没算 还有现在受疫情影响 普通的像 电源文员的做工作都不一定好早 上次还记得上次啊 我晚上点外卖的时候 一个饿了吗 洗手 我问他 他就是二本毕业的 一个年轻人 工作不好找 工作不好找 大家也可以在街上看看 很多的店也开不下去了 转租的转租啊 我喝了 不喝了 老板的生存不下去啊 哪有企业招人呢 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吧 确实现在受疫情影响很大了 油炸吃饼少吃 但是最近 这两个月又忍不住了 tutoring 你不要读了 各位 室内 等会儿 油炸的这个食品有关系 一个是那个肠癌 胃癌 肾病 肝病 都跟这个垃圾食品有关系 特别是跟那个油炸的烧烤的 有关系 今天就吃到这里 可不可乐 不过这个可乐好像没怎么涨 可乐好像就是一直是两块五或者三块吧 像这种瓶装的 一直都是两块五或者三块 但是我吃那个油炸的 以前小的时候是一块 后来两块 现在涨了三块 但这可乐没怎么涨 这种的一般都是两块五或者三块 很优惠的地方可能是两块五 但现在普遍都是三块 基本上没怎么涨 但是油炸的这种涨的比较快 现在油炸的你随便点一点 一个人吃点一点 最起码都要20块钱左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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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